幸福工厂更新1.0版本了 这基本上算是个正式版本了 好好讲话 这游戏也更新了好几年了 今天我突然看到一个粉丝小伙伴给我留言 说幸福工厂更新正式版了 我一看还真的来了 那开坑 选择哪个出生点呢 第一个是最简单的 也是我最早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的出生点 最后一个沙漠出生点 是上次录的时候的出生点 虽然是最难的 但是我觉得也没多难 那个白石沙漠是哪里啊 新出的出生点 适合新手的 算了 我多少也算老手 那选择北部森林吧 这个出生点我没选过 开始 现在我在一个登录仓里 屏幕上嘛 就是一些没啥用的介绍 刚才有一段信号干扰 仔细看一下 聆听我们的歌谣 这是黑客入侵 还是这个星球上有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形状看起来好像有点眼熟 以前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遇到过这个形状的石头 那时候好像是写的未完成吧 以前的版本好像也没有这个信息干扰的桥段 那个神秘的石头 这次应该会有个交代了吧 平稳着陆 我还以为会来个坠毁呢 别的游戏不是经常都有这个剧情吗 这片区域看起来 我好像确实不熟 之前应该没怎么来过这里 一边收集树叶 一边查看一下附近的环境 嗯 还有这个大蘑菇 这边有个生气 我记得这玩意儿好像可以用来发电来着 好久没玩了 都忘记了 这个植物是 我记得好像可以放毒 啊 果然 就是这样 哟 有个地洞 我刚才说的神秘石头 有时候就在这种地洞里 洞口瞅瞅 里面有啥呀 好像也没啥 嗯 侦测到对开拓者的无授权敌对行为 这提示以前没见过 什么意思 炮叫火 蜘蛛 这洞里有蜘蛛 快跑快跑 真要命 开局就遇到这玩意儿 怪不得说这个区域是困难区域 赶紧跑吧 这游戏怎么攻击来着 哪个剑是攻击来着 哎呀 跑吧 甩掉了 没有 继续跑 打开菜单 我想看看哪个剑是攻击剑来着 突然发现不能暂停游戏 好吧好吧 继续逃命吧 总能甩掉的吧 哎呦 我的天 好家伙 怎么又来了两个 不行 这不行 我得赶紧想想是怎么攻击来着 哎 准备异形电击剑 好家伙 这不就有武器了吗 我想起来了 最初这个武器虽然鸡肋 但是也好过全无还手之力啊 来 开打 我以前打他们都是无伤的 现在都忘了该怎么躲了 有心无险啊 一个小小的危机算是解决了 吃口水果 我还记得这个看见像葡萄东西 回血的 根据教程 拆掉空头箱 啊 只有十个铁矿 来吧 开始正事 找一下铁矿 给没有看过我之前这个游戏视频的小伙伴说一下 这个游戏找矿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扫描 然后就能在屏幕上方看到附近的矿 我记得好像最远能找到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矿 这边最近的铁矿距离有很近 只有一百多米而已 哟 我下面就有个铜矿啊 我现在还没解锁扫描铜矿 等基地建立好 还可以解锁很多东西 既然都遇到了 顺手也采集点铜矿吧 好家伙又来 哦 这玩意就叫野猪啊 行吧 外星野猪 铁矿石 呃 是不是每个矿场旁边都有野猪守护的 好了 有了铁矿就可以建造枢纽了 这其实就是个总部 所有的建筑建造都需要它 而且科技升级科技解锁都是在枢纽完成的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的游戏版本已经升级到有九个阶段了 哎呀 又是漫长的爆竿之路 这玩意吧 只能是越往后越慢 不过用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造太空电梯了 想想还有点小机动呢 现在的枢纽还非常简陋 还真的只是个平台 下雨都没得遮挡 十个铁棒做出来 好的 上面多了几个梁 哦 这还多了个橱箱 枢纽升级二 需要铁棒和铁板 然后就可以解锁简易采矿机了 来 铁棒铁板 升级 好了 来看看啥差别 枢纽一下变室内了 有房间了 啊 这边还有个发电机 之前我采集的树叶有用了 可以用来发电 虽然消耗非常快 但是我弄的也不少 好了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来日方长慢慢来 我看加了不少新东西 尽快解锁吧 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